那到 可是到隨著 垃圾療運 大概民國80年代之後 就沒有本土案例 因為大概1950年代的時候 國基開始開發出 真正可以治療殺死麻蜂感菌的特效藥 那在 這之後呢 院內的院民 就開始慢慢治療好他們的麻蜂病 那只留下他們的後遺症 但是麻蜂感菌 就已經殺死了 那所以說大概到民國80年代之後 把垃圾療運就沒有新的院民 在入院 那因為沒有新的院民在入院 那既有的原來的院民就變得越來越高齡化 當時的政府的規劃就是 這已經變成的賠錢貨 那他的歷史人物已經結束 所以他可以考慮解散這個院 然後等他要解散的時候 還活著的院民 有家人 你把你送回家讓家人照顧 沒有家人你就送到農民之家 或者一般的政府的公立療養器過去 大概是這樣 其實是在一個醫療院所那個 自負盈虧的這個人心態之下 第二個是說 隨著政府要開始發展 他必須要找地 然後來興建交通設施 大概是這樣 第三個就是說 他其實是有 原來是一個污名化的位置 他要把這地方剷除掉 他就更是以說 這個地方更是有別人進來 所以說 垃圾那樣運大概是在 左邊這一條下面 那條捷運新雙線的最下面 最後一站 他原來的那個 預定的車站呢 是歐一 歐一那個位置 或者是福大的背後的那個 工業區的地方 工廠用地 不過後來 因為就是 後來因為就是 他有利益的關係 他值得開發那塊平地 尤其在福大學區旁邊 這樣值得開發 所以說在明代的版本之下 他後來選擇用垃圾兩隻塊地 然後來蓋 捷運的新莊機場 所以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並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在那邊 歐一歐二歐三歐四 所以說 後來才出現歐五九歐六十 這一個地方 所以這當然並不是 原來就預定好 要蓋這個 場站的地方 那所以說 他其實這並沒有那麼適合 當年就 大概二十年前就指出來說 這個地方一個是山坡 他並不適合蓋地址 並不適合蓋這種 大規模工的那種 這個是說 他對老年的患者來說 他其實是 帶來心理跟生理上面 非常大的挑戰跟影響 不過這個東西因為 當年沒有良好的環評這種法律 所以說 甚至沒有這個環評的機制 他就可能叫一份報告書上去 然後就可以開始施工 那這個疾風機場的民國歐 大概八十三八四年的時候 定案 鐵運的 新莊線路線的定案說 要在樂森梁這地方 蓋機場 那當然 對月明來說 月明不可能事先知道 沒有人事先通知過月明 他們甚至不知道說 自己要住的樂森梁 原來打算要關門 那是在這個 一切定案之中 我們才告訴他們 然後他們 當時大概在1993、1994年的時候 就曾經去新莊的施工所 東邊地方抗議 那當然 抗議的那個結果 在當時並沒有獲得友善的對待 然後就是 後來因為 當時沒有立即的開始施工 所以說 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 那才開始新一波的抗爭 所以說 我們大概到2003 大概到2000年初期的時候 2001、020年的時候 有一波抗爭 有一波拆除的工作 就拆除了 二森梁的那個 醫師的宿舍 就是山坡 坡下面平葉的部分 然後一個是叫做 台南社、五雲社等等的位置 就是 現在那邊沒有錯 第一波是 台南社、五雲社的位置 然後 當時有非常多的月明 譬如說 湯祥明 鄒布子 然後 李天培 他們就住到組合屋去 然後組合屋 一住住到現在 已經十年了 他們還在暫時的家裡面 然後這個政府還沒有給他們 永遠可以住下去的家 那所以說 到2004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跟 當時就有一批醫學生 楊明亞北醫的醫學生 他們就進去院區裡面 拜營隊 後來發現說 這地方是麻風病院 就像剛剛那個 張欣文說的 對醫學生來說 麻風病太落後了 根本不會交到這個病 沒有人知道麻風病是什麼樣的病 所以說 他們也是重新去發現這個病院 然後重新發現 麻風病到底是什麼樣的病 那他們的病人的處境 到底什麼樣子 然後重新去認知說 他們到底是 在人生的前半段 他們到底遭遇到什麼樣 被迫害的狀況 所以說 大概2004年的時候 學生開始進入這個院區 然後組織起來 變成一個 叫做青年熱身聯盟的團體 然後陪他們去抗爭 2005年的時候 就像剛剛提到說 他們開始選名字 組成一個製救會 然後就投票 就熱身保育製救會 那哪些人 一開始被拆掉房子 那些組合物的人 他們就開始去抗爭 然後抗爭的情形 我們大概就是可以快速的跳脫 因為剛剛影片裡面其實拍了很多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去 各個相關的機關聯組抗議 那像是 他直接 呃 就直接擋住怪手過 等等 都有 所以非常非常激烈 然後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甚至也去國際 然後去聯合國抗議 然後開始去游戲 等等 然後追求的一個是說 那它是一個有文化保存意義的地方 它是 有古蹟價值 剛剛提到說 它有非常多醫療史 這方面的價值存在 它是 包括說 它也是殖民的歷史 它有非常重要的殖民歷史 也是它在醫療史上面 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然後第三個是 但是它在台灣 台灣迫害人權的這個歷史 它也跟 可能跟 景美看守所 跟綠島一樣 它是有它的意義存在的 那所以說 我們也 當時的 一開始的那個路線 就是 它有文化價值 那把它指定古蹟 你就不可以在這邊蓋工程 所以說 當時一開始最早的 就是一直去找 為什麼不指定古蹟 那今天 中央可以代行指定古蹟 為什麼 中央不肯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呢 就提出 樂森變了 有41%的保留方案 這是捷運主義提出來 但實際上 它拆除了大部分的房子 所以說我們就繼續去抗爭 然後討論說 這個工程的問題 那到底可不可以做調整 調整出來說 有個90%的保留方案 然後通過 在文件會裡面通過 用文件會的名字提出來 那開始說 樂森可以留90% 為什麼不可以留90% 到最後 2007年的時候 蘇貞昌出來說 就是說 我們以 留90%這個 作為基礎 然後去討論就可以 然後最後還是比留90%少了一些 拆了大概十棟的房子 最重要的一棟是 樂森良的網字型大樓 1930年 洛城的 樂森良最重要的一個大樓 然後還有 繁采園阿姨助留珍德社 大概是這兩棟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剛剛 裡面有討論那個滾道的問題 然後這是最後留下來的序序區 大概 院區的位置才是這個樣子 那在珍德社這些左邊地方 其實他左上角位置 還有一批房子 是叫做 台南社100號 五雲社等等 也是有一些是 例如說五雲社 他是最舊的 醫護人員的宿舍 那其實也是 樂森良裡面非常具有 文化價值的那個房舍 但他在2001、020的時候 那捷運第一步開始動工 就是興建那些 機場房舍的部分的時候 他們就因為 畢成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 他們根本沒有挖到那個房子 可是房子就垮了 根本沒有挖到那個房子 可是房子就垮了 所以 原來住裡面的樂民只好搬出來 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全部都很緊急的 把樂民搬到組合物去 那對於樂民來說 這就是他們搬遷的第一個創傷 那他們 之後就搬遷到組合物 所以我們現在已住十年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大概到 2007年的下半年 9月11號 因為工程會的530方案通過 那 所以說 就開始準備要動工 然後從大門 樂森院三角下的大門口開始 在院民 一開始 那當時就把 來抗爭的學生的身體 用鐵鏈捆在他們 床架上 那這些床架 大概都是他們當年入院的時候 被分配到的床 那他們 生活空間 那當時可能 一個院裡面還有七八百人 超過一千人的時候 他們的空間就是一張床 然後旁邊一個抽屜櫃 就沒有了 你居住的環境就這麼差 最差的是連床架跟抽屜櫃都沒有 你住在宿舍 住在走廊上 因為沒有地方免住 所以你就住在走廊上 等到有人死了 那你就搬到他的位置裡面去 或是你就在位置裡面 這種情況在院民早期的時候 都有發生了很多事情 來到2019年的時候 通過一條 患生病的立法 補償條例 然後去 對他們的那個 民政府的身份去做公開道歉 補償 那可是 當這個方案結束之後 譬如說 男阿姨也被搬遷到另外一種房子去了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 照理來說 還是有很多房子留下來 剛剛影片裡面提到說 可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重新說我們 要去上海道去做抗爭 或是說 09年、10年、11年的時候 我們持續去各個機關門口在抗爭 原因是因為說 勒生病人剛剛提到說 他並不適合從事這個工程的問題 可是當時從來沒有人預料到說 這個問題真的發生了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發生的 是大概在2010年的五年 暑假的時候開始 那 勒生病人舊院區跟新院區的地面 然後從那個 院區面的佛遊路開始 然後到 水泥地、牆地 全部都開始裂開 然後裂得最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阿公阿嬤住在他們的家裡 坐在沙發上面 然後看到 然後陽光從裂縫裡面照進來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甚至 有一棟房子是佛堂旁邊的 櫥倉間 它因為均裂的情況太嚴重 變成微樓 無法使用 只要在2011年的時候拆掉 然後開始重蓋 重蓋到2011年去年蓋好 可是呢 去年的下班 年底的時候 沒有重新把它裂開來的 它是一棟新蓋好的房子 可是就裂開來 它其實是很明顯的 因為 地下的地層 它在把 山坡把坡角挖掉之後 出現了非常劇烈的那個 下滑的情形 然後是這樣造成的 這是 我在半個月以前 在一棟主人社派的裂縫 非常非常嚴重 它已經超過了 5公分 0.5公分 很明顯超過5公分 那 這個房子為什麼會下滑 是因為說 它是一個連 它從把一個連續的山坡 就是它原來是一個連續的山坡 然後這個山坡上面有 蒸得色 有大樹下 有納古塔 菜市場等那個房子 然後把房子拆掉之後 你開始下挖 下挖是為了做什麼事情 是為了 興建 捷運從 地下的那個 地下鐵的軌道 出來 要進到院區之後 進到那個 修車場的長途之後 的那個 路線的軌道 他們是為了 捷運出來的時候 路線的軌道來挖 那 為了要 進入 修車 進入停車場 然後這種停車場 回轉到修車場 所以說 要把那個山更大幅度挖得一大塊 是為了這個原因 所以它現在持續下挖 持續下挖 就是它下挖到2010年的 夏天的時候 它因為 它所在的地層問題 然後 加上它的地下水存在 加上 它是一個斷層經過的地區 所以說 這個 垃圾糧原的地層開始滑動 它非常劇烈的滑動 每個禮拜 我們每個禮拜去量裂縫的時候 可以量到大概1公分 不是 0.1公分左右的滑動 甚至更多 每個禮拜去 你幾乎都可以看到 有裂縫在變化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捷運局就不斷去施打 例如說地毛 打樁等等方式 可是這東西 並沒有什麼用處 因為在它停工的時候 它持續去打這些東西進去 那持續編新的預算 因為之前常常想過 會發生這種事情 編新的預算進去 像核四一樣 它頭肩進去 那沒有用 因為 我們可以用 最普通的那個塑膠的池 你可以量到 它的那個裂縫在變大 我們用十塊錢的池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裂縫在變大 所以說 這個 基本上它持續做了新的那個 持續做的這個安全的方案 不然打樁打毛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那它把這些鋼筋 就是地毛鋼筋打進那個 圖裡面之後 它的實際上 它的工程效果不佳 因為 實際上 這工程它在一開始的計算 跟品物上面 就出現很大問題 所以說 它超 就是 一直都是超出這些地毛 荷重的最大的重量 它超過了這些地毛 原來 預計可以承擔的重量 在這個情況之下 熱身療院 它不管是 舊院區 或是在2005年啟用 有一批院民搬進去的那個 新的回隆醫院 新院區 它都不安全 因為它都裂開來了 那裂開的情形呢 就是 這邊提到說 目前可以量測的最寬裂縫 超過 39毫米 那在 這個 做同影片的時候 超過39毫米 然後 可是在我上個禮拜 去量裂縫的時候 它已經到達4公分 40毫米 4公分 大概是怎麼寬呢 大概就是 如果我們用 一支iPhone大概是1公分 所以說 大概可以塞進4支iPhone 就是 院民所住的房子裡面 它最嚴重的裂縫 已經可以塞進4支iPhone 這麼寬的裂縫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說 當它 在20年前就已經知道 這個選擇上有問題的時候 它的錯誤是有 社會中最弱勢的一群人 來承擔的 那這個問題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你被監察院指出來 然後提出糾正 可是糾正完之後 到底有什麼 實際上有接觸 其實這個政府 並沒有提出任何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誠意 它就是更改了一些方案 可是它並沒有 徹底讓人相信說 這個方案可以提出來之後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說 我們只去 可以看到說這個地方 還是持續在電話 那 第二問題是說 在 這個 年表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在 2007年的時候 就是 3月31號那個 4月16拆勒森 那個大遊戲裡面 周十有的時候 當時的縣長 就想到說 新莊機場 這個地方不完工的話 新莊縣就沒有辦法通車 沒有通車 就沒有安全的交通 沒有安全的交通 地方就沒有辦法 欸 不安全 沒有辦法發展 不安全 就住的不舒服 上班很辛苦要塞車啊 要怎樣 要通啊 等等 可是到 2010年的時候 跟新莊縣連在一起的 五週線就可以 試營運 可以通了 在 2011年的時候可以通 然後到2011年的時候 捷運新莊縣也分段通車了 在2012年年初的時候 通到福大去 然後在 2012年 去年的年底的時候呢 宣布說今年的下半年可以通車 全線通車 那對院民來說 他們當年就是為了這些 新莊縣 為了這條新莊縣 被拆了他們的房子 然後出去買菜的時候 又被罵說 是他們 堵住了新莊的發展 可是 當 鐵運新莊縣通的時候 沒有人會記得說 他們應該跟這些院民 道歉 第一個是說 當 新莊縣通了之後 你們也發現說 各式各樣的問題開始浮現 捷運並不是一個 單純的 好的 並不是一個單純的 好的 通了之後就方便 上班就快 然後就安全 不會租車禍的 一個公共工程 只要是公共工程 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它的背後是有利的 有幣的 那這個幣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 新莊縣的房價上漲了 很明顯 捷運一通就會上漲 有捷運的地方 有高鐵的地方 它的幣價就會往上漲 那上漲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是說 對新莊原來的居民來說 他沒有辦法 可能 隨著他的家庭的擴張 他需要更大的房子 他買不起 那他為了要更大的房子 或是他有 生活上的狀況 他就必須要搬到更遠的地方 一般人是如此 弱勢的人當然更是如此 你可能租金上漲了 那你原來在這邊的弱勢的人 或是比較多樣的人 他的多樣性就因此減少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到說 那他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好處 也是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的問題 所以說 當我們需要更好的生活的時候 就是說工工程這個節目 科學園區 他的背後可能是說 要有良好的工作 要有比較好的那個經濟的基礎 因為可能種田是 種田是養不活自己的 那你可能科學園區 當工程師 這個工作比較 比較有意思的 賺比較多嘛 對不對 你可以養家很快 要有比較好的能源 因為沒有更多能源來源的話 店家要上漲 雖然 店家一定會上漲 那可能要有良好的工作 因為沒有良好的工作 不蓋美利灣的話 就是大家都沒有良好的工作了 可是為了達到這些目的 他犧牲的事情是 社會中通常是最少數的弱勢 因為欺負弱勢最沒有成本 成本最低 你今天要拆網友進的目 總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吧 可是要拆掉馬功病人 把馬功病人趕走就好了 這對政府來說 一向都是民主 就是說 犧牲的人往往是弱勢 可是 帶來的真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嗎 新莊的捷運通了之後 他真的大多數人都沾到那個利益嗎 也好像沒有 這些大多數人 他可能還是要面臨說 他有新的問題 社會問題產生出來 他可能要面臨說 他的環境改變 他住的地都被炒作了 然後可能原來 習慣的生活環境 就不見了 所以說 第二個是說 在熱身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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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别办法可以 但是最后都说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 不行不行不行的最后 为了可能政治上的压力 不通车 把地方选择的压力 他是通车的 那不是就是可能弱势的人 甚至想尽办法说出来 可能可以解决的一个讨论的可能性 所以说 那这个看似来说 诶 乐森男人院名 这些挺乐森的这些 很盲动的学生 他跟新庄人 补充人的那个对立 真的是真的吗 还是说 他是一个为了某些 又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用 寻找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想要讨论的原因 所以说 像 今天新庄线也通了 可是 这个大树下 这大树上面的那古塔 这大树旁边的 曾德舍 蔡司草 他都再也回不来了 就算你把他涂填回去 然后再把房子重新盖起来 他也不是原来可能怨民所居住的那个地方 甚至说 怨民在居住 这个被强制搬迁的过程当中 他造成了精神压力 造成了 这些生理上面的变化 造成了愿民快速的老化 比如说南海已在搬迁之后 非常快 他就轻微中风 然后为了轻微中风 他就必须截止理部分 愿意 然后跟我们是不是台北就是重新去抗争 那是为了说 第一个是说 当捷运可以通车 那政府是应该为他的欺骗负责 第二个是说 他在这个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在这个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停工了一年半 可是这个停工一年半之后 他在这个礼拜左右 他在二月底的时候 他又开始重新做新的下挖 那他再也没有办法保证 新的下挖是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不管打多少排桩 打多少只地毛进去 他都是一个不安全的情况 没有人可以担保说他绝对安全 也没有人可以看到说 他是一个安全的证据 因为没有证据说他不会滑动 每个礼拜他都在滑动 那如果说他继续下挖下去的话 可能他这次成功了 他侥幸的没有真的滑下来 因为他持续的做了很多事情 他投资很多很多钱 编了很多新的预算金 像合资一样 那可能侥幸的燃料棒插进去 发电了 发了一次电 可是你怎么担保说 十年二十年之内 这个一直都知道有问题的地址 没有可以继续使用下去 今天例如说我们前几年的时候 北二高有个步段 因为非常类似 因为就是因为非常类似的问题 他就摊放了 那摊放了之后的结果 就是北二高整个断掉 那当时的高工局长 当时决定说 要在这个地方盖这个结果 用这个工法师做的 当时的局长 当时的处长科长 有谁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出面负责 道歉下台赔偿 没有人 因为过了太多年 可是北二高到底吐了多久 这条高速公路通了 可能不到二十年 这条高速公路通了不到二十年 就出现这样子的事件 然后没有人可以负责 因为当时的可能都已经退休 离开了 那面对这个眼睁 正在这里的事情 为什么可能有人说 热身缺乏 也是继续为了热身行动的理由 因为没有要继续拆房子来 有什么原因 那我觉得他的诉求 其实跟何思非常接近 第一个就是 他为了要持续他过去的黄远 他是一再的投资 浪费新的钱进去 特色奈老师现在盖 这个新装机场的钱 他已经是 一般其他 甚至更高等值的捷运机场 两倍以上的经费 那甚至 在他完工之前 你可能还可以想象出 他可能还会再编更多的 追加的经费预算进去 他是不断的去浪费大家的钱 他也为了自己不认错的 做这些事情 并且说没有人可以担保他的安全 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说 最终我们就是在下雨袋的时候 希望 就是不断的去宣传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上台北 然后跟我们一起去 从台北的十四十五号公路 其实也是一个强拆的案例 台北非常重要的强拆案例 然后开始出发 然后去再做一次游戏 然后陪阿公阿嬷一起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